基隆市议会议事组主任黄连茂率领议事组职员到基隆城隍庙拜拜 祈求所有过程一切顺利圆满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议员宣誓就职继议长副议长选举即将在12月25号礼拜天举行 市议会积极布置场地 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主要政党议员席次旗鼓相当 13席对上12席 国民党提名蔡旺连角逐连任 民进党则推出同职委对战 双方都有输不起的压力 积极寻求其他六位五党籍和亲民党籍市议员的奥元 相较过往这届选情异常紧绷非常激烈 虽然以往也会到庆安宫妈祖庙拜拜 但是今年刻意避开 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意识主义到大型活动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祈福 祈求活动的顺利进行 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祈求在11月25号进行议长 政府议长选举以及议员就职的典礼能够顺利来进行 而基隆市议会总数31席议员采记名投票 议事组展示第19届选票指出 第20届选票也同样规格 议长副议长选举投票 第一轮必须16票过半才能当选 就算一方获得15票 也必须进入第二轮延长赛 多数票者获胜 如果票数在平手 就只能够进入第三轮由老天爷决定 也就是抽签决定谁是议长或副议长 我们依照地质访相关规定 例如说第一次选举的时候是14比13 因为它没有超过出行人数的半数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的选举 第二次的选举如果是14比13 它这样子它就可以当选 如果万一第二次选举的时候 它是14比14 我们就必须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也就是进行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平稳 但是也有可能左右这次议长和副议长选举 特别是万一有议员当选人 罹患新冠重症 则必须住在医院以视讯方式宣誓就职 虽然有被选举权 但是会丧失选举投票权 如果罹患轻症 则可以到市议会 没有影响到选举投票权和被选举权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分成轻症跟重症 在重症的部分 它可以在医院 透过视讯宣示 以及它有被选举的权 可是它没有选举权 亲政的部分 我们会规划专责的办公室 让它在独立的空间里面 进行宣示以及选举权 也因此市议会议事组 特地控出一间办公室 周遭用红龙隔开 作为罹患新冠肺炎亲政议员当选人 宣示就职和投票使用 进出议会动线和其他人隔开 不准坐电梯 不能进入议事厅大厅 就在房间内设置另一个圈票处和投票票轨 最后再交由全身穿防护衣的议事组人员 转交进到议场内开票 为了确保投票的安全 我们规划了独立的通道 从他们进来之后 确诊的议员走楼梯 走上来到我们这边的独立办公室 然后我们由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拿票轨进来 然后让确诊的议员在这个独立的办公室里面 独立的投票 然后也完成秘密投票 所以不管是一位议员 甚至是一位以上 两位到三位议员 都在这个同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进行他们的秘密投票 如果是一位以上的议员 我们一样都同时在这个独立的办公室里面 进行投票以及宣示 国民党确定提名蔡旺莲以及何淑平角逐议长和副议长 民进党则确定由同职委出赞议长大位 副议长人选则不提 寻求和其他党派议员合作胜选的空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